老詹小柱,一篇旧文章,翻简出来,令我感慨良多。 人哪,其实谁都可以不平凡,谁都可以为神。 只是,要像小眼那样,七十余年坚持做到那么简简单单的六个字, 为时有些不简单沉迷、严苛、琢磨,不是奥秘的奥秘。 你能做到吗?如真能,则神以,寿司之神的奥秘。 清新国际,前些日子,奥巴马曾到日本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。 第一顿饭,被安排到一家街边小店,品尝日本寿司。 这家名为数据屋乔次郎的寿司店,店面极小,只能容纳食人。 不但设在地下,而且,没有洗手间。 为何区区小店,竟能接待国家元首? 答案说来简单,因为此店主厨者,乃大名鼎鼎的米其林,三星大厨小野二郎野。 米其林,全球公认之厨义最高荣誉称号,三星大厨,可谓王中之王。 厨义之边野,能获此称号者。 一个国家,也就数十人而已。 小野竟能连夺三界,尾时令人称奇。 更令人称奇并发人深思的是,小野之手艺。 仅仅凭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日本手握寿司。 乍一看来,此物并不繁复。 亦无什么技术含量手握寿司。 做法确实简单。 先将米饭蒸好。 用手捏成椭圆小团。 再往上面放置一枚生鱼片。 涂抹少许酱油佐料即可。 就这么一种简单的几乎不能再简单的饭食。 有何奥秘可言呢? 笔者琢磨良久。 概要言之,小野能成寿司之神。 奥秘有三。 其一,沉迷。 今年85岁的小野,进入寿司型已七十余年。 他自小立下志向,一定要做出全世界上最好吃的寿司。 即使是最简单的食品,也一定做出别人做不出的美味来。 七十余年,他几乎从不休息。 即使获得日本政府大奖荡天,领奖完毕,也还是赶回店里。 继续琢磨。 小野说,夜里。 他常常梦见自己还在捏寿司。 如此执著。 这般沉迷。 事业岂有不成之理。 其二,严苛。 事情欲试简单。 隐藏学问欲大。 最大学问。 就是看谁能在简单的每一环节中做到极致。 小野虽是店主。 寿司之事。 总是亲力亲为。 你需得到橙杏米饭那里,够来全日本最好的大米。 以保证入口滋味相诺。 鱼须得当天打上岸来,全鱼是最新鲜那一条钟。 在选取最好的一段。 虾一定要在客人进店前三十分钟下锅。 而不是煮熟存于冰箱。 这才能做到肉质鲜美。 章鱼时前需由店员连续搓揉按摩四十五分钟。 方能达到软而待刃。 盘中略脆。 小野认为。 寿司重在讲究新鲜。 手握寿司的生命。 如同春日樱花般短散。 最佳味道。 只在转瞬之间。 情势如此严苛。 其为其有不美之理。 其三,琢磨。 小野制作寿司凡七十年。 浑仙梦营。 就是如何将其做到极致。 他一直琢磨。 哪种食材在哪一时刻其味最美。 此刻正好为客人奉上。 否则。 少一错过。 未及差矣。 他要琢磨。 如何让客人品尝寿司, 能像欣赏音乐那般充满旋律感。 第一道菜上什么。 下一道菜接什么。 仿佛音乐会的一个又一个乐章。 错落有致。 高潮不断。 他还琢磨。 如何根据客人性别、胖瘦及用餐习惯。 恰如其分地调整寿司的大小、分量。 终身只做简单仪式而能终身琢磨。 不断改进。 简单之事。 那就一定极不简单了。 小野兽司已然成为日本乃至世界美食界一个神话。 虽然区区一小店。 只有主厨定制的各种手握寿司。 而其最低消费达三万日元,约和人民币一千八百元。 最终价格。 则由每日所用食材而定。 用餐时间。 也只有短短十五分钟。 但即便如此。 时刻也是银紧期盼。 趋之若物。 以品尝过小野兽司为荣。 平凡之人。 身处平凡岗位。 却能做出超凡业绩。 小野二郎。 让我肃然景仰。 感慨良多。